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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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俩一人一着 对啊 那我们先吃着你自我介绍着 好吧 可以啊 好 大家好 我叫江坤 今年24岁 来自美丽的滨海城市山东烟台 现在呢 做家具行业 看到你那些听老师挺尊厚的那感觉 长得是属于那种放心型的 找到答案了 刚想问你为什么要送这个 看来是送了家常特产 挺有甜不 一号 甜 特别甜 我们现场也有山东的 对吧 哎呀 赶紧老乡来打个招呼 三号 哈喽 老乡 你的苹果真好吃 它是自博的 对吧 对 我们自博的 对男嘉宾第一项感觉怎么样 招招 我觉得他非常不错 因为为什么他刚才给了我一个最大的苹果 他们俩挺般配的 长相挺般配的 真的 真的 我们来第一段影片了解一下男嘉宾 江经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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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江坤 跟说相声的江坤同音不同字 我的坤是朗朗乾坤的坤 我今年24岁 毕业以后就跟着家里人做生意 现在在表哥的家具城里做家庄部的经理 我的生活在烟台木屏 月收入5000左右 年底还有分红 这收入可能不算高 但是在我们这儿也不算低 所以现在我也有车有房 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小时候学音乐 大学换了管理专业 看到当年一起学音乐的朋友们的现状 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现在的我 音乐是生活中的爱好和调剂 歌声不仅能给我带来愉悦 也可以给别人带去欢乐 我经常去敬老院 福利院 看望那里的人们 给他们唱歌 陪他们聊天 看到他们满足的表情 我的心里也觉得很开心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希望我的生活简单而有意义 也希望有一个你陪着我一起走下去 五号 我比较好奇 就是在短片里 你刚刚是唱了一个美声吗 对 是一首美声 因为我在上学的期间 我学的是美声 能不能给我们表演 应该现场来一段美声 我有一首原创歌曲《正能量》 平时经常做公益 去敬老院给老人唱歌 然后也是结合做公益的事情 我自己写了一首 适合我自己的歌曲 来 掌声 《正能量》 来 听一下 爱如火炬 心思阳光 把希望点亮 融化冷冷冰霜 真爱无言 大爱无强 向东方传我爱的 催开办法赋予尊方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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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银行《正能量》 一天我一天 心里地回上海洋 哇 这个一看就是练过的 我跟你说 这个歌词啊 歌词是你写的吗 对 歌词是我写的 做公益呢 我感觉首先要有爱 然后才能做公益 一定要有激情澎湃的样子 包括歌词里面写的 你一点我一滴 点点滴滴汇聚成海洋 能看到 对 然后在后面呢 正能量 正能量 我们传递正能量 跨越千山河万水 美丽中国超越梦想 其实写得很朗朗上口的 我们也怎么在说 我们要弘扬正能量 这个孩子给我印象挺好 就是正能量挺足 把它挺哈厚的 他唱歌也不是为了挣钱 他唱歌是为了 给这些老人们带去欢乐 就是要是女儿不想 我去她抱去 我家的功能 你跟我抢啊 哈哈哈哈 都可以抢 我觉得可以抢 让我想到我的姐夫 我的姐夫也是声乐家 一个很有名声乐家卫松 然后私底下就是跟他们聊天 我发现其实学音乐 尤其学声乐美声的人 其实他们个性都很开朗 我觉得每天唱歌唱歌 就把不管开心不开心都唱掉了 然后他们都天生开了 而且他们大部分 我是有亲眼看到 大部分的家庭都很幸福美满 所以这唱声乐的这种个性呢 的确是一个好对象 这很顾家的 也聊了你做到很多终于公益的事业 然后在这个片当中也放到 是吧 我们先看一下他刚刚做义工的这个照片 这个是去庆老院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当地爱心公益协会的这个大会 对我被评为了李氏 他特别有爱心有正能量 这么点二十岁的小孩能做到这边 我觉得就是很少 他将来成了家以后 对这家庭也有责任 觉得会给他加分吗 加分 刚才那二号男嘉宾挺老实的 那个挺阳光的 那心态也好 这个比那个有思想 这孩子长来有点孝顺孩子 刚好 我觉得他特别有爱心 真的 就是去当地的一些敬老院 可以下次可以带着我一块去啊 可以啊 你在前面唱歌 我在后面给你帮我 我女儿的喜欢 我女儿的好多两个 真的啊 是你女儿的好多一行啊 这不容易啊 我在这个场子上能感受到爱心的味道 没有感觉到男女之爱 所以我默默的没有发言 对麻烦你都是大爱 你看哦 你选歌就不应该选这首歌 你应该选情歌啊 要挑逗现场的荷尔蒙嘛 对呀 来唱一首情歌好不好 月亮代表我的心 哦可以啊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四号 她的演唱有点像朗诵 你示范一下 就如果你来演绎这首情歌会怎么样 让人家感受到爱的感觉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起高了吗 我爱你啊 哈哈 这确实是起高 没事没事没事啊 我想其实跟男嘉宾对唱一首情歌 我不想自己唱 哪一首 你你点一首吧 我都行 多把哪一首 施宇 毛宁和杨 杨玉玉 对 怎么唱啊 我的思念 是不可触摸的网 我的思念 不再是绝对的爱 想你的相应 哦下去是什么了 我觉得每首情歌都被他唱得好澎湃 要不咱们进第一轮选择吧 有缘相见一下 请考虑 请选择 有请两位阿姨 欢迎 我们同样首先来问一下洪秦 刚才一个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聊着聊着呢 三号 女嘉宾的妈妈和五号 是 是吧 都会觉得说对她印象蛮好的 然后说两个人要PK一下 我的天哪 要是女儿不想我吃了报仇 我家留红灯 你跟我抢啊 我的天哪 就没想到 刚才一报说 真的他们的女儿就亮灯了 就这么巧是不是 你问问他们俩是不是的 是的 刚刚在后台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老师说了 要是我女儿她不点的的话我就出来报 我还有问这个男嘉宾让你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到了个什么组织的那个慈善机构啊什么的 感觉这个男孩挺有爱心的 嗯 阿姨有多才多艺唱歌挺好听的 如果他这么有爱心的话 应该对家庭是个挺负责任的男人 是吧 好 这边 第一 这女生的男生 这我年龄大做公益几乎是不到长假 嗯 这就是我老小 不算很远距离 哎 阿姨们继续了解一下 恋爱谈过两段 第一次是上学的时候 感觉闲着也就闲着 没多久就分手了 第二次是两年前 她对我忽冷忽热 最终我提出了分手 我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 有时候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 也只是会心里想想 不知道怎么开口 所以一直就是一个人 我弟弟姜坤 是个非常踏实肯干的小伙子 在公司里边 跟公司的同事都团结有爱 小伙子也很阳光很帅气 和我们合作的话 也很投入也很默契 我们大家伙都很喜欢他 我们公司家庄部的将近 也是我们年龄最小 但是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小帅哥 在工作中互相的关心 如果我们工作中 有什么事情交代给她的话 我们是心里非常踏实的 她一定会完成得特别棒 我是一个传统的人 也希望找一个传统的女孩 希望她顾家 穿得不太暴露 然后不去酒吧 她会是你吗 前女友对你忽冷忽热 是怎么个情况 有时候打电话给她 她也不接 然后发微信 她也不回 找她的时候 然后她就不理我 然后我好久 然后不找她 她又主动来找我 我的天哪 两位老师都拿着话筒 在恋爱过程当中 有一种法则 叫做情绪波动法 女孩子比如说 主动来找你一会儿 然后下个礼拜 突然间不理你了 就是这种忽忍忽乐 挑逗你的情绪 才会让爱情 这个感觉出来 张阿姨还有什么说的吗 我知道亮灯哦 这边这不甘示弱你看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按照正常流程 你们都已经表示意见了 你女儿呢 后台就说过了 我们两个PK了 表明妈妈现在此刻的立场 好的 那这个马上进行最终选择了 你之前还有个机会 可以再做一下缘分争取 曾经有个电视剧 叫带个女友回家过年 今天呢 站在了原来不晚的舞台上 只想带一个媳妇 回家见爸妈 特别好 不知道两位会怎样选择 牵手相伴 原来不晚 请考虑 我们看到最终留灯的是五号 恭喜姜坤 来 有请五号 可以表达一下 就是我看这个男嘉宾 他家境其实挺好的 但是他就是能热爱公益 然后还多才多艺 真的是很难得 然后我也是一个比较乐观 比较充满正能量的人 我希望以后能和你一起 做这些公益 问他一个问题 我平时然后总会唱一些 美声和民族的歌曲 还有半夜揉起来创作 你会干扰我吗 不会啊 我睡觉很随意 你唱着 可以做出决定 我们给你五秒钟的倒数时间 时间到了之后呢 你可以做出决定 是牵手和他离开 还是谢谢一个人离开 请做决定 牵手 牵手 这缘分太奇妙了 就是春月她是属于那种 在八个女生里 说话次数绝对不算多的 绝对的啊 完全就是凭感觉 感觉对了之后 好不容易和妈妈还保持一致 然后啪就就牵手成功 你看这就是缘分啊 五号阿姨 祝福他们 跳得好漂亮 对吧 那我们衷心地祝福你们 走上公益的爱情之路 都要有好不好 谢谢 大爱和小爱都要有 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两位 幸福的开始 对对对对 来 有请进入我们金石园的原本之门 来 有请两位 江昆是个充满正能量的大男孩 平时呢 经常做公益 去经老院给老人唱歌 能热爱公益 然后还多才多艺 真的是很难得 她的爱心也让胡秋月动了心 不需要过多的言语 缘分就这样来临 祝福他们 幸福长久 我对她感觉还挺不错的 然后她非常支持我 做公益事业 然后她又特别喜欢 美声和民族的唱法 然后她 然后会给我亮灯到最后 因为我本身就 比较喜欢多才多艺的男孩子 然后刚好男嘉宾也是 非常的多才多艺 很有爱心 然后我非常支持她 做的一些公益事业 我对这个男孩挺满意的 感觉她做这个慈善事业 挺坚持下去也不容易 感觉她是个挺有爱心的男孩 以后她自己的家庭 一定会是个富有责任感的男人 所以我希望我的女儿和她 能够一直牵手牵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小靠ō 门시다